正耳玉龙的造势加油声 从学校窗外传雷 换一个角度还是一样吵 气得学生聚在窗边发出怒吼 上课时间闹哄哄 而噪音的源头正是国民党动员的 蓝音行动 前工高中的学生甚至被迫换教室上课 来躲避噪音 从地图来看 前工高中和蓝音行动 分别在十字路口两侧 只相隔一条马路的距离 总计共15个班级 约540名学生受到影响 学生也找上选区的民进党立委陈勤 太早应该是要去制止噪音干扰的人 不是叫学生换教室 教育局的人有到现场去看 然后确实噪音干扰到上课 然后他们有去跟国民党的那些抗议的人沟通 是有答应教育局说 他们中午12点之前会结束 所以请学生再忍耐一下 还在议场内表决破议案的立委吴佩义 接到消息直呼太扯了 赶紧向教育局理清状况 成功高中代理会也发出声明 直言青岛东路的政治集会游行 以对全校同学的学习环境 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除了呼吁活动主办方参与者充分考量学生的权益 也希望警察机关未来避免核准在上课时段 在学校周遭的集会游行活动 国民党既然动员群众上街头 也要顾起责任维护现场的秩序 那不要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 蓝营集结高喊停改革 尽管活动提前鸟受散 却已经影响成功高中上课 引发不小的反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